1月22日,3D奇幻冒险动画电影《了不起的菲利西》首映在上海举行 《了不起的菲利西》讲述了从小成长在孤儿院的小女孩菲利西希望成为芭蕾舞者 为了实现梦想和小伙伴维克托共同前往巴黎 进行一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奇幻之旅的故事 当天实力引心向左,著名舞蹈家黄豆豆参加该活动 在现场黄豆豆老师给嘉宾们做了简短的对电影细节的介绍 此次舞蹈家黄豆豆也是跨界为电影配音 他与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幕后故事 我觉得我对这个片子的舞蹈的背后的文化比较了解 所以我知道每一句话应该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 另外它里面设计了很多课堂里的训练 设计了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audition这样的环节 我大概会知道作为一个舞蹈的老师 或者说作为一个ballee master 你应该在什么样的环节里面给 这句话可以说你运动的轻重是多少 在采访当中黄豆豆老师说到 其实过节是文艺工作者最忙的时候 也大方分享了他的新年愿望 电影中许多舞蹈和音乐都出自世界经典芭蕾舞 一旦向左则瞬间化身女儿控手把手教小菲利西们无数动作 现场热闹不已